打好红式太息拳 有什么窍门 首先要跟大家讲讲 我们这个拳的基本功法 我们的基本功 它分为在上肢的 它分为两个单手圈 一个是正手圈 一个是反手圈 拔颈绳这个动作有何动作要理 蹲住它 身体摆正 头竖直顶住 后腰一定要竖直 然后用两个只脚蹬 现在我们右脚在前 我们练右胯 拧毛巾是怎么体现出 竖力变横力的特点 脚蹬上的力是在胯 肩下压的力也是在胯 它两个力向下挤压 把劲挤出去 太极鱼养生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太极与养生 红氏太极拳是由我国著名太极拳大家 洪军生先生所创 此套拳法容积基 健身于一体 以螺旋为行 以松原为法 以缠丝禁为本 刚柔相继 自称体系 从今年起 我们将开始这一套路的学习 节目一开始 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红氏太极拳一路的完整套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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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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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